在經過了這一張相關Drupal的基本操作之後 在這一節課程中我們來介紹一下在Drupal裡頭一些重要的詞彙 我們把重要詞彙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系統性的 第二類是跟使用者相關的 最後第三類是跟內容相關的 首先我們先來談一下在Drupal中跟系統有關的相關詞彙 第一個要介紹的詞彙是block也就是區塊 在前面我們所建置的Drupal網站裡頭的左邊就有放置了許多區塊 其中一個區塊是提供給使用者做登錄進來使用的 另外還有一個區塊是做導航的 這些區塊彈性非常大 在後面的課程中我們還會教你怎麼設計自己的區塊 區塊是系統性的 所以區塊跟實際所呈現的內容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你所設計的區塊不會因為呈現的不同的內容 而在區塊中就做對應的呈現 這個目前來講是做不到的 不過雖然是這樣講 還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突破這個限制 但是基本上來說 由於block是屬於系統性的 跟內容是獨立的 所以盡量不要把block設計跟不同的內容有直接的關係 第二個是breadcrumb也就是麵包屑 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中甚至還為你介紹了麵包屑的故事 所以我想這個你應該已經理解了 簡單的說麵包屑是指引我們目前在網站的哪個位置上面 再來一個是crumb排程器 在Drupal系統裡頭有很多定時的工作需要來執行 那麼這些需要執行的工作就透過排程器來執行排程 另外補充一點 crumb這個詞是由UNIX的術語直接引用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的網站是放置在UNIX類型的作業系統的話 你要設定crumb是很容易的 而在Windows來講的話需要有其他的方式跟技巧 接下來是Drupal Core 也就是Drupal的系統核心 首先我們這個課程一開始要安裝的時候 就是下載Drupal的系統核心 而在我們課程中所介紹的兩個AMP架構工具 AquiaDemp以及Temp這兩套工具 也都包覆了一套Drupal的系統核心 讓你可以直接點按就直接把Drupal 7給安裝起來 特別要提出Drupal Core 這個概念是因為我們要跟模組這樣子的概念做一個區隔 再來是選單 我們在前面建立第一篇內容的時候 也幫他把選單建立了起來 選單可以有很多個 除了組選單以外還可以有次選單 還可以有user自訂的選單 關於選單的功能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會來做介紹 接下來是模組 在前面的課程中 我們也安裝了一個模組叫做Capture 模組是由一些社群中的開發者 使用者他們所建立出來的 相關程式組合 透過這些相關的程式組合 我們可以擴充Drupal的能力 來達到不同的效果跟不同的功能 再來是Pace 網址的路徑 在前面我們建立內容的時候 已經有提到過 每一篇內容都必須要有一個網址 同時我們還使用過了網址 別名 為相對應的內容 建立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網址的路徑 接下來是專案 在Drupal Org裡頭有相當多的專案 這些專案又分別屬於是模組、版型、翻譯 或者是其他某些特定的目的 當你在Drupal Org尋找模組的時候 在你所找到的模組的網頁 就是屬於專案類的一個網頁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這個是分類詞彙 Texalami 在我們建立第一篇內容的時候 我們曾經在分類詞彙Tex 上面建立了兩個分類項目 一個叫做薪資 一個叫做Drupal 而Tex這個分類詞彙 是在安裝Drupal的時候 本身就內建在裡頭的一個分類詞彙 在Drupal系統中 你可以建立非常多的分類詞彙 來做不同的分類管理 這是一個相當好用的功能 當你的網站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些分類詞彙 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分類角色 接下來分類項目 在每一個分類詞彙裡頭 會有相當多的分類項目 而且這些分類項目 還可以把它們結構化 變成多層次的一個分類項目 在前面我們建立文章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在Tex這個分類詞彙裡頭 使用了兩個分類項目 一個叫做薪資 一個叫做Drupal 薪資跟Drupal這兩個標籤 就是一個分類項目 再來是Theme版型 在Drupal裡頭 你可以引入非常多的版型 而且這個版型會決定了 Drupal呈現的外觀跟長相 Drupal的版型使用是非常靈活的 我們甚至還可以讓使用者 挑選他自己喜愛的版型 關於版型的應用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 會繼續來做介紹 接下來這個是URL URL跟前面的配置網址路徑 其實是同樣的 只是名稱不一樣 接下來這個是WAIT 權重 我們在為第一篇內容 建立選單的時候 就曾經使用過這個選項 權重通常是拿來作為排序使用的 尤其在同一層的表單裡頭 權重越小的項目會排在最前面 而權重大的項目會排在最後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跟使用者有關的相關的Drupal詞彙 首先第一個是Administrator 也就是最高權限的使用者 他擁有最高的權限 可以做在Drupal系統裡頭所有的事情 接下來這個名詞是叫做Anonymous 也就是利名的使用者 任何一個User來到我們的網站 而沒有登錄的情況下 他們通通是屬於利名的使用者 接下來這個是Permission 權限 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中 曾經對回應跟Capture這兩個功能 設定他們相關的權限 在Drupal系統中 每一個Raw可以有不同的權限 來執行不同的任務跟扮演不同的角色 這是一個非常靈活的功能 接下來是角色 我們可以在Drupal系統裡頭 設定很多種的角色 而不同的角色可以執行不同的功能 透過權限的設定 我們可以讓不同的角色 擁有不同的執行的功能 關於使用者相關的一些運用 我們在後程後面還會繼續做介紹 好,在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跟內容有關的一些詞彙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是Book 書籍 這是一種內容類型 在Drupal.org裡頭 大量的使用Book這種類型 來作為它的說明文件的組成 在我們的課程中 我們不準備把這個Book的功能打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課程結束之後呢 你可以到模組的管理介面中 把Book的功能啟動起來 然後來試著玩看看 接下來這個是CCK跟Field CCK是在Drupal 6的一個專種名詞 我們來到Drupal 7以後呢 就不再談CCK了 而比較談的是Field 其實兩個名詞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內容中的欄位 在Drupal 6的時候 CCK是一個外掛的模組 並不屬於Drupal的系統核心 而來到Drupal 7之後呢 已經把CCK相關的功能 都擺到了Drupal 7的系統核心裡頭來了 不過 Drupal 7在引入CCK這些概念的時候呢 並沒有把常用的所有的欄位功能 全部都引用進來 所以還是有一些欄位功能 必須透過外掛的模組來達成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 還會再介紹到一些欄位的模組 並且來把它們引用進來 因此這個我們後面再來做進一步介紹 接下來是Content內容 到目前為止 你已經建立過的兩篇內容 內容就是在Drupal中的一份資訊 好再往下 這個是Content Type內容類型 每一個內容都屬於某一個內容類型 而且除了使用Drupal預設的幾個內容類型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自己建立新的內容類型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 也會來建立自己的內容類型 來延伸Drupal系統的應用 接下來這個是Input Filter 也就是輸入格式 或者是輸入的過濾器 它可以過濾掉一些不必要的語法 這對於越來越重視資安考量的網站設計者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我們甚至於還可以自訂輸入格式 來達到不同的過濾效果 這個我在前面的課程中也介紹過了 接下來這個是Node的節點或者內容節點 其實Node跟Content意思是一樣的 對於瀏覽者來說它看到的是一篇內容 而對於Drupal的管理者、維護者來說 它管理的是一個Node 因為內容在Drupal的系統裡頭是以Node的概念來儲存 每一篇內容都會有一個NodeID 也就是一篇內容的流水號 Drupal就是透過這些NodeID來管理這些內容 接下來NodeType 其實它就是跟ContentType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是用內容的角度來說明 另外一個是以系統的角度來說明 接下來是RSS 也就是內容的訂閱 我們可以由我們自己的Drupal網站裡頭去訂閱別的網站所提供的內容 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提供自己網站的內容 給外部的使用者或網站來訂閱 這個功能就叫做RSS 在後面的課程中我們也會來介紹RSS的應用 最後一個呢是T-Shirt 摘要 在前面我們建立第一篇文章的時候呢 我們就曾經利用過摘要模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內容要如何呈現呢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模式來控制 有的是全文的模式 有的是摘要的模式 甚至於我們還可以自己建立新的不同的模式 使用在不同的場合情境上面 OK 關於Drupal最重要的一些相關詞彙呢 我們在這邊已經全部介紹完畢 接下來請進入下一章 我們開始來做一些Drupal的基本管理